然后兔妈妈带着篮子和雨伞也出门了 她穿着小树林来到面包店 买了一个黑面包和五个小小的葡萄干圆面包 跳跳 顿顿和棉尾巴很听话 她们照妈妈说的 沿着小路走踩摘路边的野黑莓 可彼得呢 他太顽皮了 他一出门就把妈妈画得一干二净 直接跑到了麦克先生的菜园 在大门下找了个缝隙 装了进去 刚开始 彼得只是吃了一些锅具和芸豆 接着他又嚼起了胡萝卜 大概是吃得太快了 不一会儿 彼得觉得很不舒服 于是想早点吸清来换换口味 绕过一片黄瓜藏 彼得发现了一个人跪在菜地里收拾卷心菜 甜的麦克先生 麦克先生一看到 彼得就跳了起来 举起钉尺 他注意着彼得 并大叫道 站住可恶的小偷 好 好